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 首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诗篇46篇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因此纵使大地震动 高山崩塌 坠入大洋 纵使怒涛澎湃 群山震撼 我们也不惊慌 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 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住在那城 城绝不至于寝负 天一亮 上帝的救援就要领导 列国战立 万邦骚动 上帝一发命令 大地就都溶解 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 来吧 来看上帝的作为 看他在地上所做的骑士 他平息世界的战乱 他折弓断枪 用火烧毁盾牌 他说要停止战争 承认我是上帝 我在万国被尊崇 我在地上受敬奉 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 1905年宣教师戴德森 仿师内地会的同工与工厂 当时陪伴他的其中一员是精存人医疗宣教师 金大夫的福音医院 无论在医疗或是步道方面都缔造夹击 例如在1919年就有200多人在医院中决志信主 但是在这个期间金大夫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伤痛 就是急性盲肠炎夺走了他八岁小女儿的生命 几年后这小女儿的姑姑就为他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为长猪的秘密 这书在台湾又出版为绘本 书中记录着金大夫的女儿长猪 即使在身体不舒服 但是仍然紧紧抓住耶稣爱耶稣 长猪曾经为自己对耶稣的爱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看他为跟耶稣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这本小猪在当时候感动许多小孩子 愿意学习长猪爱耶稣的心 金大夫夫夫在面对小女儿的生病 甚至最后面临死亡的挑战 有如今天诗篇的描述 大地震动 高山崩塌 海水翻腾 但是他们两夫妻以及女儿长猪 都知道上帝是他们的避难所 是他们的力量 是他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他们在动荡当中 仍然可以安稳盼望的面对 第四节描述 有一道河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 事实上耶路撒冷并没有河川经过 所以伊甸园的世道河就是此处的隐喻的背景 说明上帝的城是上帝掌握的宴 上帝住在其中 这城会稳固不怕外界的动荡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诗人邀请我们观看上帝的作为 祂是掌管天地的主 当我们知道祂掌管 相信我们能放手安静在上帝里 经历这位成为我们避难之地 带给我们力量与帮助的上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